日記時代就是大和裏社 台灣很少歷史建物是有裏社這一塊的 燈具是用我們原始的那個玻璃去割的 那邊的燈也是一樣用鳳梨的梗 然後再用紙漿去用的 我覺得比較感動的就是說 忠家他把那個原先拆下來的那個中字 他拿到盆盆去跟他的祖先 第一代的那個人 在他的魂前跟他講說 許先生會好好的照顧這棟房子 歷史建物就一直元席下來 日記時代就是大和裏社 用這樣的名字來經營 就是要給他懷舊這樣 請問一下